哇!今天要跟大家介紹一位很有型的人物 他是艾錫牛頓 艾錫牛頓是一位很出色的英國科學家和數學家 他的貢獻可以說是很重要的 他出生在1642年 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 他幾歲的時候就已經開始對數學有興趣 而且他是很有天分的 他16歲的時候就已經入讀劍橋大學 而且他很快就開始發表他的數學論文 他的貢獻是很多的 其中一個是他提出了微跡分的概念 而且他也是第一個發現光線可以被分解的人 他的發現對後世的科學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 在他的一生當中 他也是一位很成功的政治家和學者 他是英國議會的一份子 而且他也是劍橋大學的教授 他在1687年出版了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 這本書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而且是現代科學史上的重要著作之一 不過他的一生不是都是一帆風順的 在1672年 他在劍橋大學的數學教席被迫辭職 因為當時他和另一位學者有矛盾 他也在1684年喪失了他的母親和三位朋友 不過他的貢獻和成就還是很值得我們敬佩的 總括來說 艾錫牛頓是一位很有才華的科學家和數學家 他的貢獻對後世的科學研究都有很大的影響 他的故事也是很值得我們去傾聽和學習的 在275年喪失了 寫随 他在一位學院 他在375年喪失了 他在275年喪失了 他在275年喪失了